歡迎這一階段新交的來賓友 首先介紹的是財經專家邱敏寬 惠敏好 大家好 我們介紹的是民進黨昭華縣黨部主委邱建復 惠敏好 大家好 我們介紹的是房市專家田大全 大家好 介紹的是國民黨桃園市議員黄敬平 惠敏大家平安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選舉結束之後 現在各政黨火力集結 就是要到中二了 國民黨輸成這樣 中二還會再輸嗎 沒錯 那麼從昨天的公投 結果有一些數據可以解讀 譬如說養豬那麼大戶的這個縣市 你看包括雲林跟這個彰化 竟然國民黨在萊豬都輸 你知道反萊豬都輸 那國民黨危險 在明年的選舉可能很危險 那除此之外 有兩個地方最值得我們去 這個等於說關注 一個地方當然就是明年1月9號的 這個台中海線二區的立委補選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的公投結果會或多或少的牽動 明年的相關投票意願 為什麼 我們說嚴家不是30年來 陸戰百條很厲害嗎 你可以發現 你可以發現在罷免陳柏惟的案件 案子裡面 那事實上只有烏日 陳柏惟小勝 六百投票 其他都是輸嘛 其他都是輸 但是整體的票數呢 那麼贊成罷免的就是在罷免團體跟嚴家這樣子全力動員之下 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九票 但是陳柏惟幾乎沒有動員 竟然有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票 年輕人還沒有回去 因為高鐵的這個預購只有兩成的票 那如果下去會怎麼樣 因為公投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為什麼 你要知道 幾乎公投的部分呢 核氏就一面倒 就不用講了 因為最主要是核氏 他牽責到能源問題 你會記得 嚴寬恆在能源的上面呢 他是贊成重啟核氏的嘛 在核氏的部分 不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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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倒的壓倒性的 這個不同意 另外一個跟這個相關的能源有關係的是藻礁 藻礁也是不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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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面倒的碾壓就對了 這個在能源的問題上面 對嚴寬恆就產生了很大的壓力了 你知道嗎 那萊豬也是一樣 不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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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只有公投綁大選 那事實上公投綁大選就差一點點 那麼你就知道 在1月9號的選舉有多大的壓力 你看 昨天那個朱立倫不是還在那邊 嘴巴還在那邊說 公投已死 什麼民進黨怎樣 都一大堆 我跟你說一大堆 他心裡面其實沒講出來的話是 這四個公投是江啟臣推的 又不是我推的 今天一大早 過去幾個 過去一個多月都沒有去幫這個嚴寬恆的朱立倫 立刻南下到這個 等於說台中選區去了 為什麼 推倒當時推倒 那個推倒這個3Q陳柏惟 不是要朱立倫嗎 對不對 第一站嘛 然後呢 先說陳柏惟是三零 後來又說他是三毒嘛 今天一大早 馬上跑到沙路去了 你就知道了嘛 所以你就知道開打了 所以民進黨不要成免在所謂的公投 四個紅包剃光頭 對不對 1月9號的仗已經開打了 人家馬上主席率領一大堆人趕快下去了 民進黨要集全國的那個所有的資源 全部去幫林靜宜打這一仗才可以 沒有就不要大意喔 那除此之外 另外一個值得觀察的是 那麼臉書被灌爆的 甚至於韓粉啊深藍的罵了一大糊塗的侯友宜 當理長就好 當理長就好 滾出國民黨啊 還有人說 匯累斬馬蘇啊 不要留馬蘇在這裡啊 你知道嗎 藍皮綠骨不能留啊 你知道嗎 你就知道侯友宜 不過侯友宜要感謝一個人 侯友宜要感謝王立宏的爸爸 王立宏的爸爸登出來了以後 王立宏的前妻又登出來 打下去侯友宜 大家忙著拿板凳吃西瓜 侯友宜 侯友宜 其實只要記得一句話就好 就可以安平安的度過這一關 叫做鼻傷眼睛久以為砍不刀 我捂住耳朵久以為停不見 大家就混過去了 你知道嗎 就靠王立宏的爸爸跟前妻就混過去了 不過對這個 怎麼一直講王立宏的真是 對侯友宜來講 他已經大傷了 但是你看看喔 你覺得有傷到侯友宜 有傷到 為什麼 你不要忘記 藍皮綠骨 他雖然拿到中間選民對不對 不過中間選民的意思就是隨時會變 隨時會挪移 深藍深律是不會動的嘛 深藍他是影響到了 那麼深藍含粉他就得罪到了 然後他可能在深藍的部分 未必投票給這個侯友宜 不信的話明年底看選舉就知道 不是一定還是得投他嗎 不要不信的話看明年 因為沒人是英文會贏的嘛 沒任何國民黨就不會躁鬆塗 所以你要知道為什麼你看在這幾個排名裡面 六都台北市47.08對不對 同意一面倒嘛 所以我跟你講天龍國還是天龍國 藍雪人 新北市42.5% 那么其实民进洞是在拿高雄的42.25% 跟台南的41.08% 来补南票来补台北的那个等于失票 失去的票了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新北的四大公投 那么不同意的票呢 在核四的部分 碾压式的这个等于胜利 那么直接大概反核四的 还是占了比较多的人 可是其他的部分是赢 但小赢啊 公投榜单线莱猪还是藻礁 还是小赢啊 所以呢事实上呢 侯友宜你就知道 侯友宜是鸭子划水 反正我就这样子过 我告诉各位了 侯友宜到底会不会选2024年的总统 经昨天一亿哦 几乎已经堪佑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深南的部分 绝对不会让你有机会 这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朱立伦想见到的局面 明年底如果侯友宜 顺利这个等于说年任新北市长 但得票率没有那么高 他就不会跟朱立伦来 这个等于说竞争 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啊 那民进党不是偷笑了吗 民进党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呢 不是最欢迎朱立伦了吗 民进党不能有这样想法 除非国民党呢 把侯友宜开除 侯友宜把开除 侯友宜如果因为这样被开除 我就支持侯友宜 你知道吗 我们要来听听地方的声音 怎么看从公投这样的结果 来看中二地方的补选呢 那么这个 我在记忆这里听到什么 有什么跟罢免传播的票差这么多 第一点呢 有很多这些乡亲在说 你这个公投跟我们没什么地带 所以呢 我们没必要去投票 所以大家异性蓝山 地数跟投票就够了 这次国民党的冲到这样 冲是顶头在冲啊 顶头在冲 冲不到下面 你看这次是怎么在中二选区 我们的不同意票会贏民 因为你看我们民进党 为董主席一直到基杖的当晚 大家都是上下一条心 全部都出董 全部都在扣票 在扮作丹火 国民党你看 中央很劣 但是你看这个管市中 我们看得到 虎佑以外 甚至不一样的论点嘛 包括林芝妙 我们中央官的王妃毅 也都没充当 隔壁张立山也都没充当 所以说没充当 他们上下并没有一致的步骤 为什么朱立伦叫不动 上热下冷 为什么朱立伦叫不动地方租 这边要问朱立伦 不然我们知道他们叫不走 几乎是没有很大动作 而且我在中央官向王妃毅来质疑 质疑说你这个三阶议题 到底你是这个同意还是没同意 因为站在这个政党的立場 叫他要同意 但是站在这个中央官面的健康 他一定要支持 没同意 为什么 因为三阶如果没去 台中火力发电厂必须要 要激发电燃烧煤炭造成空气污染来中建北宋 影响中华国民的健康 他质疑一直不敢回答 一直在回避 所以我们看出这个间隔中央选区 这个在这个公投的这个 不同意票 贏过同意票 这很明显就是 这个蓝绿基本盘 策动的一个基本架构 所以你觉得中部其实没有真的动 因为他有很多价值保论的地方 蓝绿基本盘 在这个整个中间选票方面 没去全部给他策动 所以说这个投票率都非常的低 在中二选区彰化县 甚至于南投 还有台中市 中部四线市的投票率 昨天就有人开玩笑说 昨天就有人开玩笑说 罢免还要动一次 接下来投票更要动一次 所以公投就先省下来 是不是真的这样 所以这次中二的公投结果 不能来来看作是延宽恒的选票 没有办法 因为到时候资源会再下下去 我是觉得是一个参考 因为我们看过去 上一次延宽恒第一次补选 延宽标用截子 那次基本盘 就是在差不多八万票左右 再来你看 陈伯的罢免差不多七万票 那么根据地方的评估 选票大概在八万 因为他们的整个陆军架构 也层层叠叠叠 他的选票的目标 跟以后的动员率差不多八万票 所以你看公投结果 这个不同意票 因为绿营推出的票 平均值大概是六万八千票 比这个同意票 平均值大概六万四千票 所以说在林靖怡 我们这个中央选区 他如果是要贏过 贏过这个 原宽恒 势必一定要为中间选票 跟其他的策略 不同的团体 不同的这个选票结构 去贴到一万两千票以上 只好我就来贏到中央选区的立委 这个补选 再来第二点你看圓框圆 圓框圆他在这个 这次他的动员上 没有落实到基层 这些所有的条案 卡中登堂 包括公余的部分 也都要不登堂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 他如果把它放下 差不多在这个七万八到八万 所以说整个这个公投结果 对我们林靖 以我们民党的政理来说是士气 提升士气大政 对未来的这个 算计来说 我想是一个利多的消息 加上了那些是利多 但是还是要努力 要努力 还是要努力很多 当然当然 原来状况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新北的部分 现在呢是国民党忙着找战犯 刚刚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也有分析到说 连傅君旗都要出来抓战犯了 这个侯友宜真的会这个被开除吗 不会不会 黄敬平你会被开除吗 你也被出征了 也不会 我的KPI达到了 而且我的评证 光是我在评证的这个三阶 绑大选反莱猪 公投票都是赢不同 那个同意赢不同意赢 一万票以上 所以如果说是重启核四的差距比较小 但是我们也赢了9千 那些骂人是怎么回事 也赢了七八千票 他们都不看KPI的吗 那些网络骂人的 那是看Kimochi好不好 他一定要看全国的 然后各线市家总起来的 北票南补 然后这个这样子 然后那个全国的这个同意 输给了这个不同意 然后也都没有过门看 但是这个4比0 其实是不会不太意外了 你不意外啊 为什么 因为以我自己来讲 因为我妈跟我姐都没去投 为什么 他们都不去投票啊 为什么 就厌烦了 不想不想投 等于侯友也有讲到他们的心声 对 那不想投 然后或者是对这种选举那么多 就是从2020年大选到现在 然后接着明年又要选举 然后还有啦 就是公投 因为2018年不是有投过一次公投 那时候不是还有什么同婚啊 也还有什么以和良 这些有了没有了 反正就是2011 后来他们就讲公投 结果也没什么影响啊 嗯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政治上是政治的解读 所以其实民众的心声 要我们自己常在基层跑 也要去体察 人家人家会知道 到底是老百姓在想什么 所以我才说 傅昆吉的讲法 我也尊重他 就如同他要回国民党 我也支持他 回国民党 然后很多人就骂他 不爽他 就是这一批战斗兰的也好 或者是理性兰 也要骂傅昆吉啊 傅昆吉你凭什么回来 什么神经有什么样 但是他今天竟然回来了 同舟计划回来了 那你又说 如果说人家 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都要尊重包容 那侯友宜的我也支持他 侯友宜的脸书被灌爆 我的状况还不是一样 但是那又怎么样 我觉得你要对事情 这都是一时的 我觉得国民党到底还没有救 我觉得你要坚持 我觉得整个战略 真的是出现很大的错误 这个你刚刚讲这句话 我同意 当初如果含两个同意 两个尊重民意 不就解决了吗 战略的选择是一个问题 然后你去跟县市长 这些县市首长 就是党内的这些诸侯去沟通 也是一个问题 他没有沟通是不是 是没有沟通 我的了解 我听到是没有沟通 还会这个样子还会跟 朱立伦为什么不沟通呢 不管朱立伦 现在国民党的党主席 根本就是也没有什么资源在手上 不管江几层或到朱立伦 你任何一个当党主席 或是秘书长的 或者是党理念的告知 你就要去跟县市首长林志妙 卢秀燕 侯友宜 徐耀昌 杨文科 这全部的大家沟通一遍讲一下 或是把几个县市长找来 或是私底下去拜访 一个一个然后再来怎么样 如何没有做这些动作 党内的共识不足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这两个多月 大家就会有一些杂音 步调可能就没有办法整齐一致 那你事后再来说 找什么一些人 或者背黑锅 那都没有必要 所以朱立伦 其实他有讲 不要找战犯 我自己承担 那当然他是党主席 那当然要盖瓜城的时候 我是觉得到这个节骨眼 就不需要在同一条船上 我们是同舟共济 同岛一命 你不要把人家 你没有帮忙滑桨 我要把你推下水 没有任何人有这个权利 因为在这个团体里面 我觉得修灰的志气 否则自己内部找敌人 只有垮了一天 好你看我们的来宾 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 甚至连傅庆幸 他说了地方诸侯 根本没有动起来 所以国民党这一次 恐怕不是输在 恐怕输的关键 还是在于 没有搞定自己内部的问题 而接下来中俄选区 会不会是团结的国民党 遇上团结的民进党 所以民进党这一仗 在中俄会不会难打 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可以 大概我可以铁口子断 我觉得盐宽涵是凶多吉少 真的是凶多吉少 当然以民进党的角度来说 一定会要战战兢兢 然后把这张打到最晚 可是我们选举看这个赤 还有气 这才是最重要的吗 其实这次公共选举 其实你看 这个台中很清楚嘛 你看 台中为什么会独独 只有一个过 然后另外三个都被民进党 吃下来 这件事是很清楚吗 因为你看到 新北市侯友宜没怎么动 新北市都是 三个同意 一个不同意 可是台中是反过来 三个不同意 一个同意 而且卢秀燕 还是他 现任指振的 表示说整个大氛围 我觉得啦 整个台中 第一个气候已成 只是说 为什么他动员的投票 没有像那个时候 成为那么高 很简单嘛 因为对于海线的居民来说 这个公投很遥远 河市很远 公投榜大选很远 莱猪很远 可是候选人是我们在地的事情 他们那个组织力 或者那个所谓想要投票的意愿会更高 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 陈柏惟没什么动的时候 就民进党没有真的帮陈柏惟动多少 的时候 陈柏惟票也开很好 那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预期的是 当整个大氛围 台中已经开始有 民进党支持者的热情的时候 其实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氛围是站在颜宽恒的对立面的 然后站在林静怡这边 这第一个 第二件事情 好了 现在公投结束了 对不对 我们未来媒体 每天要干嘛呢 照三参加小野问候颜宽恒 对不对 以前节目一半讨论公投 一半讨论颜宽恒 对不对 所以颜宽恒最近也放了十几天的春假了 对不对 现在春假要放完了 那我们未来照三参一定会问候你 那你说你干嘛那么不公平 你们叫一言堂 当然你是候选人 不问候你难道问候我吗 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然后还有第三个 我觉得民进党支持者的状况 跟国民党支持者状况也不一样 国民党支持者有那种 反正我教训你玩就差不多了 跟民进党支持者是比较狼性的 他有那种就是 一时胜血一时爽 但他们想要一只胜血一只爽 那他们一定会想要继续去投票嘛 这么贪心 一只胜血一只爽 当然是这样的 民进党你去看嘛 整个地方现在气氛一定是很好了嘛 所以现在整个颜宽恒 现在唯一的一线生机就是王力宏 看王力宏能不能烧更大 你静蕾能不能多丢一些料 多丢一些料的话 或许还可以分散一些炮火 可是坦白说我觉得很难啊 第二个变因就是同一天的林长佐 林长佐我觉得很简单 大概就是清奇过关 对啊很处理了 对啊原因很简单 因为林长佐 昨天钟小平在我们节目还讲说 林长佐一定会罢免掉 钟小平公开说林长佐会罢免掉 可是私下说这次已经是 那个党中央的事情 对啊送给党中央管 如果一定会过 钟小平还会送给党中央才怪呢 这件事很清楚 因为其实你看 好像没管过耶 有啦 他有去弄一些党员名册来处理一下 稍微抄一抄啊 也都没有找对人啊 所以你觉得林长佐过关了 因为其实原本这个选区 林长佐就比较容易过关 因为林长佐跟三九是不同概念的 第一个林长佐是在那边经营四年 经历过两次选举的考验 第二个在当地没有很强的国民党派系 像中央选区是有严加在动 所以三九才挂 可是本来林长佐就占优势 可是如果在这个氛围跟气势之下 我觉得林长佐大概是轻奇过关啊 然后再来的县市长 县市首长当然了 在这一次你看这些很多选票 其实县市首长动一下 其实票都出来了 可是问题是 这次国民党不仅没有沟通 然后战斗来还去绑架县市首长的话 那对来 未来说县市首长一定会 自己抱团取暖嘛 对不对 组这个自救者联盟 他们一定会自己有一套体系 然后自己做互相的战略配合 然后跟党之间会离更远嘛 那离更远的话 那对于朱立伦来说 就是我上一段讲 已经不是跛脚了嘛 是脚断掉 两只脚都断掉了 趴在台上 所以这件事情 最强诸侯恐怕已经是 实质的领导者了吗 本来就应该让最强诸侯 当实质领导者 一他们有行政资源 二他们有选票基础 这才是合理的概念 民进党如果在野的话 各大县市的诸侯 本来也就是重要的诸侯 只有国民党那个过去的文化 就是当官的文化 我当上党主席 你们叫做一条边的列宁市政党 你们都要听我的 可是这个这一套 在以前国民党行业通 国民党以前有资源 有钱有组织 大家要听嘛 可是现在没有 大家都是整个地盘 都是我自己答回来的 我怎么可能会听你党中央 台中的票开出来 是要这样的一个结果 会不会让民进党 对台中市的市长选举 比较有信心 之前几乎是溃散的 当然会啊 当然会啊 因为你看嘛 这东西其实很明显是代表 这个所谓各县市的盘 你看基隆 新竹 新竹县 还有所谓桃园 其实都是国民党盘大 民进党能在桃园 跟新竹市拿下来 是因为他们的候选人太特殊 帅哥 然后还有这个 真的很会经营地方 郑文燦 可是这个盘 原本上还是反映在 整个地方的蓝绿分配 照理来说台中 我认为至少开两同意 两不同意 因为台中蓝绿居办 而且卢秀燕又有现任的资源 可是出来这个时候 我认为有些民进党人 开始纯纯于动 都说 好像有机会了哦 有对不对 对啊 如果林静颖 我再咬下来 对 林静颖 我再咬下来 这个市出来了 最简单是什么 我募款也好 本来台中市长 现在不大 民进党内异性蓝山的 他这里面有几个 第一个民进党异性蓝山 第二件事情 卢秀燕民调真的高 他中间有几个转折 一个转折是 后来大家发现 台中市长姓炎不姓卢嘛 卢秀燕在招待所 真的没有处理好 其实卢秀燕应该在这个时候 适当的强力介入 他是可以切割的 可是没想到招待所 从单元剧变连续剧 现在变长寿剧嘛 每天都在追 弄不完 弄不完嘛 所以卢秀燕当然是会 很多人对于中间选民 会问说 这个是有个是非的嘛 他是公元地啊 儿童用地啊 所以对卢秀燕有伤 这是第一个转折 第二个转折就是这个嘛 台中真的 民进党的支持者出来 选举最怕支持者 异性阑珊 第三个转折 1月9号可能会发生 如果林静怡赢 而且赢得蛮漂亮的 等于严家败咖 严家败咖 卢秀燕不会好好拿去 存亡此寒的概念 所以我相信 民进党几个人就开始 开始跟大家金主聊聊天了 跟他聊聊天了 然后讨论一下 是不是要开始争取一下 所以说其实蛮有趣的 所以台中市民进党现在开始 应该有人要选择来出来的 有 最近是不是烂烂了 最近是不是烂烂了 最近一万没关 一万没关 现在看起来 士气也比较好 所以说林静怡 这个选举结果 会牵动台中市长 立宇的这个提名的人选 好刚刚刚好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卢市长 你在该有魄力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展现魄力 对严家你真的就那么害怕吗 那所以人家说是严市长的时候 当然他心里一定很难过 但是为什么 这句话讲出来会有共鸣 这才是关键 对 这次我们可以发现台中海线严家 跟台北仁爱王家 这两个家族 过去是如何的兴盛 但是可以看到他们在整个灾害处理当中 第一个东窗事发 只包不住火 我们先从台中先来 这是台中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严宽恒 他现在是把基本盘全部雇注 所以他目前的基本盘呢 还是喊八万到八万五 你妈要嘛就越过我 那能不能再往上加呢 我认为能量有限 为什么呢 图穷比线哦 那当然现在整个蓝营的部分的话 也把整个军队移私回去的 要来做整个中二的总决战 但各位两军对战手中气势 你一边的气势已经弱掉了 而一边的气势 目前在整个拉高当中 后面会怎么走呢 我们就再一一的看下去 但想不到这次的王立宏 会戏演的这么难看 先来跟各位说 台湾几乎没有几个人 把这次的公投说明全部看完 但这次台湾一天当中 至少三百万人 把那个五千字的长文 一个字一个字 看完不打紧 还在里面做研究资料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的戏太好看了 这次的戏太精彩了 而到了星期天的下午 居然还演出了案外案 原来王立宏家他们是怎么样呢 他爸爸先提油救火 先破一桶油上去 对不对 据传还有一个暗场 他说你现在把文收回来 我们就把仁爱录的那个高级四亿的豪宅 转给你 听说还有这个案盘 但各位 射出有回头箭吗 这件事情这样可以来做整个年评吗 王立宏在2021年在台湾的收入榜 演艺卷还排第三名哦 他还收入两亿六哦 我们现在谈论到王立宏的太太李靖蕾 我们说美国长春藤有所谓的八大名校 各位你不要以为八大名校你有钱 你功课好就能进去 你没介绍人是进不去的 那他这位夫人可神奇了 念过两间 念过克伦比亚 哥伦比亚还念过普林斯顿 还曾经在摩根大通 胎典当到VP Vice President 这个叫副总裁 这是一个简单女人吗 结果你们家 然后呢 王立宏在这几年当中 小孩子也不顾 小孩子过年过节过生日 通通都不在 一个人在外面逍遥 然后呢在外面逍遥 据传哦 目前美国去已经传回来了 其实离婚早讲好了 已经最后签字了 签字呢 该你的你的 该我的我的 大家2266已经讲清楚了 王立宏这个时候还来放话说 哎呀我们之间离婚 就是第一个是婆媳不合啊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 他要介入我的演艺事业 所以我们家人 后面有一些区务 他从来都没有讲说 他在中国大陆干了什么事 他在美国干了什么事 而今天这个招记 我认为真的是真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从他连夜撤回台湾就知道了 他怕跟李云迪关在一起 看他多怕 各位你看他多怕哦 然后呢 我认为最神奇的地方是 这怎么鬼啊 他说他离婚 为什么呢 他以后如果有喜欢的女生 被人家叫小三 他觉得这样子怎么样 哎呀很不好意思 你现在想什么 你已经离婚的人了 你已经结婚的人了 你现在还跟他说 我有喜欢的人 以后如果说我有结婚的话 他会被叫小三 我会对他很不好意思 你不该给人家钱吗 各位 所以呢 王力宏这个核弹 现在还在爆 但这个爆呢 会不会就到杨宽恒 我认为不会 但从这两家族的灾害控制 目前来看 你再有钱 你输的再多 你再有势力 如果你的情商不够高 人要养德啊 你道德不好 随时都会被发现 所以就目前杨宽恒来说 我赞成刚才郑昊说的 凶多吉少 那对于整个王力宏来说 以后要在家吃自己了 要外面跑江湖 不可能 不过李俊仁 他是不是有底气的 因为他发出五件事声明稿的时候 他摆明了就是说 我不要你家一毛钱 是 我不要为了钱 再受到这个霸凌 所以他是不是身家 也真的还不错 其实以他们家的一个身家 我刚有跟各位说过一件事情 南桥陈飞龙 陈董事长有说 因为过去他妈妈在香港 是做演艺圈的 后来退出演艺圈之后 在台湾做生意 其实也做得还不错 但我在跟各位谈 就是说一个女生 年纪轻轻 当然他喜欢王力宏 可是他能够在美国 长春藤名校念两间 然后后面呢 他说 是意的豪宅 我不在乎 后面的 各位去想 一个女生 这么坚强的人 八年的时间 读这么多的书 沦为一个生产 三个小孩 被王家 若为所谓的生产工具 如果是我 我也会气到不行 好 盛梅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王老爹出手之后 这个双方又交锋 而且越来越明显 甚至有人 其实有关李静蕾 就是负面的传闻 现在其实也一直在散播当中 所以才有人就直接问你 那你之前那个 这个是不是有未婚夫吗 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毁婚 李静蕾其实有备而来 他言简意该 这就是毁谤 直接告诉你 你的罪名 你在讲啊 对 所以接下来会怎么收场 是 看来呢 对这个王力宏的团队来说 现在怎么收拾是最大的难题 也非常困难 不过各位知道吗 其实这整个事件 都是一个精心的布局 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因为其实艺人 跟政治人物一样 他们在经营 他的公众形象的时候 背后是有一个庞大的团队 如果以王力宏 王力宏 已经在演艺圈26年的时间 这个团队 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 我光是讲 这一次离婚事件好了 各位还记得吗 离婚的消息 是一个周刊先报导 周刊报导的 当天的中午左右 王力宏立马就发了 这个离婚的声明 各位会觉得 这离婚声明 只是当下临时 因为媒体已经报导 所以我就这样写 不是 这可能已经是 可能半年前 或一年前 一个缜密的计划 为什么呢 他们谈判离婚 已经好多年了 对不对 王爸爸也证实了 然后李靖来也说了 两年前王力宏 在演唱会上去亲他那个 各位演戏看看就好了 他亲老婆的同时 是逼老婆离婚的 是同时进行 你知道艺人可以这样做 2019年 那就表示 王力宏对这个离婚 这个事件 他成竹在胸 只是这样高知名度的 公众人物呢 他什么时间要官宣 是有make up的 我不会莫名其妙 告诉大家我离婚 那我个人认为 不要去联想到公投 跟公投也没关系 跟什么有关呢 是他代言那个日系汽车有关 因为很多艺人 是在一个大的代言之前 都得搞点事情 就说爱要老婆什么怀孕了 我要结婚之类 那各位会觉得王力宏离婚 这不是正面的消息 可是王力宏当时的想法是 我这个新闻出去 我就把它锁定在 只是婆媳的问题 跟王力宏本人没有关系 而且王力宏是个受害者 他夹在妈妈跟太太之间 他多么为难 是一个深情的一个公众形象 所以对他来说 这反而是一个好的新闻 各位记得吗 他的离婚声明不久 第二天他就去出席 这个汽车代言记者会 各位记得吗 那那个记者会多重要 是因为大陆现在 中国现在是这样 他要直播 他要看这个流量的 那那天的流量是破表 而且王力宏离婚声明 上了热搜榜 到那一天为止 对王力宏来说 这是一个圆满的 那个你知道据点 解决了这个女人 又成功的把这个代言 完整的演出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两年当中 他把李静磊已经逼到死路了 你一步一步一步的 这样对待他 所以当李静磊的整个 五千字的文章出来之后 是他没有想到的 他的布局被破坏了 所以双方其实现在有些角力 包括什么呢 李静磊在这个五千字的声明之中呢 后来就是有一些媒体 接到一些双方 对双方都不利的一些爆料 但我必须说是 我们不能说是因为 没有查证这些东西 就只是爆料 对双方都有伤 但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攻防站到目前为止 刚慧敏也在问嘛 现在怎么样 对我先查一下 我一来就问大家 这件无来无去刀光剑 到底谁比较得分 对啊 一面倒都是说 零跟一百啊 你不觉得吗 李静磊叫雷神 那王力宏现在叫什么 是嘔吐的偶像 还有很多人结婚 要用什么王力宏的歌 全部改冠 你知道受差户有多少 这整个社会现象就呈现了 大家怎么去支持这些当事 大家是怎么去想这件事 那王力宏各位也问说 那现在怎么办 我跟你讲 他只有一个动作可以做了 就土下做嘛 你要不要做 你就是 你觉得他会道歉吗 我认为他会发这个声明 但是道歉到什么程度 要看他的这个经纪公司 怎么去操作 但是你如果不道歉 我认为基本上 你的演艺事业跟公众形象 就是零了 这件事情爆发之后 因为我真的太惊讶了 我那天半夜又没睡觉 我就一直在刷 我们所有流弹四射的 这个艺人的 那个谁的 我都有刷 刷完之后呢 其实很多还有一题 这个叫做翻外篇 大家都在跪求说 哇那演艺圈还没有更渣的 没有想到一渣 还有一渣渣 然后就开始把谁是渣男 弄出来 其中是有一渣 大家蛮公认的 但是后面一定会接一句说 可是他背景太硬太强 你不能讲 对 到底是谁是这个 不能讲的大渣男 这个大渣男 而且以碎粉丝文明的大渣男 他不只碎粉丝 他到处碎 就是到处碎 到处碎意思是说 应该这样讲 我真的曾经去购物过 有个例子 我曾经购物过 这个女孩子知道说 我是在做什么的 后来他就跟我讲说 我好喜欢某某某某某 我好想跟他共度春宵 一个女孩子 漂亮的女孩子 跟我讲这种话 后来就有一次 其实就是 我在大陆的时候 那时候在拍摄 后来我就看到 这个男艺人 跟着一些男生 兄弟很像哥们一样 我就先拍 在路上走动 没有什么吧 就拍拍拍 我旁边的狗仔 就把我拉走 你这个不了解 你先走 不要拍 我说为什么不要拍 我说这个那么大 他随便拍就是 就是一个头条嘛 他说不能拍 为什么 因为他身旁 全部都是官二代 你官二代一拍下去 我跟你讲 不要说拍 你就要跟 让他发现了 他只要报公安 我跟你说 你明天公司 应该就不用开了 不是你而已 是整个公司都有问题 所以就这么的严重 你是说在台湾 如果狗仔要拍任何人的话 就至少就是看老板 要不要发这个新闻而已 对 要不要发而已 你在中国 如果这个人已经开始跟官二代混的时候 你要面对的可能是整家公司被毁灭的危机 应该说我要面对的是共产党 国家机器 国家机器发动 我面对的是共产党 不是只有国家人 对 所以这东西真的不能碰 因为我们公司真的就是碰过之后 真的就现在 我现在回来台湾 你说在中国的公司是不是 对 我在 这是中国第一狗仔 那个左伟嘛 嗯 他就是碰了这些不该碰的人 所以他现在变成了产 缠到现在连我就打回台湾 连你都没投入 连我都没有投入 所以你们是碰到 也是混明星的 你们是为了拍明星 然后波及官二代 波及到说这个明星的后盾 都是官世家 不知道 这什么明星这么大 那时候有一条是 蓝精英在早期 他说他被一个大哥姓卿 对 那个时候我们就 因为那时候他还没过世 我们独家去访问到他 甚至就是取得他 当时在诉说这件事情的录影带 那个时候还是录影带 我们去独家采访他 他直接就点名了 当时我们就原始的就把他po出来 一po出来不得了 第一天新闻 行非常的非常火 第二天我们在三小吃尾牙 我们在天津吃尾牙 大家很开心领完年终奖金 随便明天要出去玩 这个访问到蓝 蓝就是蓝什么 蓝田银 蓝简营的独家的这个奖金 有没有多一点 因为那流量一定报表吧 那个报表 但是蓝简营的奖金 还没发下来之前就 公司就倒了 所以你们先独家 先大独家 台湾也很关注这个 而且我跟你讲 然后隔天尾牙 然后什么时候倒的 隔天尾牙 后天我们就 隔天我们要去 隔天尾牙吃完 隔天讲好要去天心的某个 骨城玩 结果大家去看新闻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APP都上不去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被封锁 是央视最后 PO了说 我们被封锁 被封杀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 其实就是没有讲明 但是他们都要管理这些八卦 对 官方都说 要管理这些八卦 老板当时还请大家吃饭 晚上就不一样了 那天晚上就恐怖了 那天晚上 公司海外的总监 直接跟我讲说 你们现在快收鞋 快离开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到中国是大黑工 我们是属于一串黑工 因为我们在那边是做事 但是我们在那边是没有身份 所以他叫我们说 公安都在查了 你们快走 所以我们一夕之间 那个晚上 大家在订机票 各式飞 就各式飞 飞完之后 公司也没跟我们说倒闭 就突然就消失就不见了 所以钱都没领到了 你就被倒账了 对 之前费也没有 没有 就是在大陆众生 就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你说现在有一个 一渣还有一渣渣的这位歌手 对 他现在就是专门混官二代 对 你有拍他 有 马上被点醒说 你不要再逼吧 你除非人不想活着离开 因为我不懂风俗民情 我真的不懂 但是当时拍 我觉得没什么在走路 走路而已啊 又没女孩子 那为什么不能拍呢 他说他们其实结果很多爆料 都已经有人爆料了 但是不能写 你估计王力宏 接下来在中国会怎么样 我估计 我先讲 我现在高标准的道德 我先讲 这两个月啊 王力宏应该会像前提事件一样 前提事件什么 陶泽当时小三也是一样 不承认不承认 最后最想小三出面了 最想小三当时的爆料 就直接给卓伟 他直接找中国最强的狗仔 直接把这东西发明出来 结果这个发生一出来的时候呢 他不认 照片一出来 你不能不认了吧 认了 结果开记者会 又哭 又对不起老婆 又说了一大堆东西 罗斯祥也是 当时第一次跟视讯妹的时候 也是一样 就是那时候说 没有没有没有 视讯妹把他那个画面 copy下来 讲了出来之后 他一样 哭了 妈妈也出来挡 现在有了 罗斯祥的爸爸也出来挡了 挡完以后 再一天应该就哭戏了 我觉得在这两个月 应该会有哭戏可以看 那你觉得他在中国还可以继续 我觉得以中国的这种高道的标准来讲 高道的标准来讲 他很难 而另一方面我们来看 今年其实大家真的是在股市上过了蛮惊奇的一年 蛮多股突然爆充 很多人资产是倍增 不知道您在这次的股市上 也收获了吗 那么明年又要开始了 明年一开始 其实会是个好年吧 水浒年是不是个好年呢 瑞德 没错 那么有些观众朋友会说 你们大家都说推背图啦 帝母精啦 说这里是有点不有点 你外星这里去信印度神童阿兰德 你不是同样信的吗 对吧 当做一个参考吗 那么明年二零二年这个帝母精 头情没错哦 高低进得风 古迈易江东 江东你知道是哪里吗 江东就是三国演技里面 跟诸葛亮一起 那么一把火烧掉赤壁大战 撒撒那个圣公江东嘛 那如果要这样解释了 现在已经没江东 这样解释的话 现在中国的东南部 不台湾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不错 我们那个应该是蛮丰富 你看今年我们探紧探干 税收多收了一千多亿啊 对不对 然后呢GDP6 然后呢紧接而来啊 那么国人均所得三万美金 共用633啊 马英九做不到 蔡英文快就做到了 但是呢 虽然好很好 明年看起来都不错啊 包括这个等于说一切啊 经济啊 这个农业都不错 有句话要小心 最后一句是六畜进招凶 哎呦六畜是什么 大家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说的这些 四季节有没有 两季节 四季节这些啊 我们来吃的这些动物啊等等啊 那么这句话可能解读啊 明年会不会有动物性的 大型的这个传染病啊 比如说 大家要注意 不要千万不要这个 等于说这个那个钓鱼青心啊 中国的非洲猪瘟 我们要继续守住啊 你看后来不是发现 有从这个越南哪里进口 他们进口相关的 用那个邮寄的干嘛 夹带了进的 一些肉的这个制品啊 里面发现有非洲猪瘟的病毒嘛 要非常小心 守护住台湾猪啊 还有禽流感 禽流感这些都要守护住啊 那除此之外呢 商业不堪贵 蚕丝却半风啊 真奇怪 商业是什么 喜欢的牛肉 就是养残嘛 对不对 那商业不贵啊 商业不贵的话就很便宜 然后它的原料很便宜 奇怪 那为什么蚕丝却半风 蚕丝却半风 一属于说 教理来说蚕丝应该要弄很多嘛 可是没有那么多 那么有人解读啊 命理老师 命理老师也要结合时事 为什么 航运股 你知道吗 航运股很贵啊 所以呢 商业本身你在出产的时候 不贵 你看你在原料站不贵啊 我最近那个骨髋 没有油缺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航运股 因为很多那个航运 那个价格节节高升等等啊 影响 连药品的原料 都影响到啊 所以那么很可能 塞港的问题 使原料飙料飙涨了以后呢 你这些原料 你生产出来好像不贵 可是问题是你的经营成本就贵了 要非常的小心 嗯 然后呢 剛剛惠民讲到一件事情 我在故意報告啊 属龙的啊 大家都拼命生 龙子龙女 属老虎就很可能的 你知道吗 我有个姐 属老虎的 哦 那真的 主持人看他 你觉得很可憐 有什么 我们新娘榜的时候 吃刷新娘 都不能在乎 你如果有个人要免贵 这些就不贵了 小孩生出来 死狗了 快笑了就算你的 你知道吗 老公也不贵 算你的 王力宏 有什么也算你的 那都是老虎的 属老虎的倒霉 倒霉透顶了 对吧 不过明年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明年呢 2022年 听说是百年难得遇遇的水虎年 那么所以明年是任云年 任为水 云为虎 所以叫做水虎年 听说明年出生 出生的这个水虎宝宝 天生命格好 又带宅 对吧 又使人敬畏 像老虎一样 然后呢 成就事业 有钱又有事 随年纪增长 对吧 运势还更好 讲的好像非常的好 连我都想再生一个 不过没有可能了 所以你就知道 明年水虎宝宝生出来了以后 我相信是这些属老虎的里面 最幸福的一批小老虎啦 整只压下锅上下翻一翻 直到确认表皮金黄酥脆 再起锅 贴好一份绝备端上桌 内门中后腮现竹美味 还有这一款 撒下虾米香菇肉灶拌一下 再加上双手搓揉拌匀 几分钟时间后 香喷喷油饭完成 内门中后腮等到疫情趋缓 做生意方式再进化 从以往纯粹外带 演变成让顾客 可以坐着吃到 煮好起锅 最新鲜的半做菜 热腾腾饭菜 直接吃喜欢的口味 还能带回家 赚进双重商机 不过看一眼标价 和以往相比至少有50元落差 统统调涨 部分业者价格已经调涨 50到100元不等 也有业者决定按兵不动 业者表明以往价格扛不住 物价上扬也含涨 民众想要吃美食得多比较 坏带半桌菜或提前预定年菜 得付出多一点代价 厨师们分工处理 台面上刚结冻的白金大鳄鱼 为了庆祝女儿生日 主办人下足重本 直接在健身房门口宴请30桌 架出3座巨型烤毒 请专人到场处理 烤全猪烤全羊 更端出少见的鳄鱼肉 震惊全场 完全没看过的食材 让接手的厨师面临挑战 光是前置作业就花了一个多小时 才让整只鳄鱼摊开上架裸考 耗费一个多小时的烤全二意外 获得好评 一般民众看到这种食材 第一时间会有什么想法 少见的烤全鹅料理 虽然外观吓人 口味却是一致获得好评 恐怕连主办人都没有想到 知道料理会成为 女和生日派对的另一个主教 那我们来看这一句 高低静德峰 古曼易江东 看起来呢 是不是有些人 日子也会过得不错呢 确实有一些宣布 陆陆续续出来 特别是半导体 好像是这个要加薪了 这样的状况 薪水加了股市涨了 现在开始有些人 股市赚的钱获利了结 进入到房地产 但是政府相对现在 也开始有一些打房的措施 很多人说 天哪 房价涨成这样 又不像股票 我可以买零股 我房子不能买零房 我这个时候到底能不能买房 房价会不会继续涨呢 薪水涨景气好 房价应该不会等了你 薪水涨了才涨 所以可能各位看一下 这张表是 这六个六都的房价 加上新竹 全部都创十年新高 除了说新北市 是在涨幅上面 在102年 是因为所有捷律线通车 那一波涨幅很可怕之外 那其他的六都 我们其实看一下 右下角的这个 台南和高雄 简直飙到天上去了 那为什么 台积电 三个字就够了 那样的期待值 其实已经稍微有 可是那很虚啊 这种涨是虚涨 其实大家有人讲虚 有人讲说 其实也是反应基本面 为什么 其实它有个结构性的问题 台积电的一般中阶员工的话 还不是什么高阶 中阶员工的话 工程师大概就年薪 180到200万 年薪180到200万 那我想 不要说什么台南高雄了 一般服务业的年轻人 30岁 大概3万块吧 也就差不多了嘛 3万块12个月 再加上年务奖金 了不起40 今天台积电 而且不止台积电去 台积电上下游厂商一起去 一下子来就是两三千人 这个两三千人如果平均年收入都是180到200万 你想想看 它那种需求和能量是多可怕的事情 你的薪水40万 人家台积电可能是你的五倍 你买房子很痛苦 人家买房子相对轻松 所以在这个量和 这个值和量的一个变化里头 其实就造成很大的影响 看一下这是价格已经飙上去了 我们看一下成交量 成交量统计到11月的部分 也是一样最恐怖的两个数字在台南和高雄 其他受到打房影响 其实你看台北其实没有什么在动 其他六度没有什么在动 但是你看台南和高雄一年成长 新年成长将近两成 好可怕的数字 好可怕的数字 那这些东西有一个重要的影响 就是说大家在讲说 到底在涨什么东西 刚才前面几位已经讲到说 其实原物料涨了 运费涨 工资涨 我大概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这是料 所谓营建成本的部分 这发发料 你看到第一个就叫Alumi 你家有没有铝门窗 这种玩意儿 涨多少% 100% 这多恐怖的事情 它会不会反映成本 很清楚 其他什么钢筋 什么全部都在涨 这个部分还到底算了 还有最大的问题在于工资 我们以前当时在讲 说念什么科技业不错 当然如果你进台积电不错 另外方面 现在做欧手 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也是工资涨的 不得了 各位看一下这些工资都是几层几层 单位是天 七八千块 那个叫做一天 那个做帮忙 你以前好像几千块而已 不好意思 现在一天就几千块 捧着钱你还找不到人 有个重点在哪里 有个叫电焊工的 现在一班一天 一万块 一万块哦 你开一个月开工25天的话 那就25万你什么高科技啊 这个人家才厉害 所以我们全部念书都念错了 念什么大众传播搞错了 根本就应该念这个东西 对 缓接啊 这个其实真是讲起来 现在缺工 政府一直在希望找移工 但是你说找移工来 其实也不见得能做得了 因为那是七五楼的问题 但是房价整个上来之后 其实大家讲说 打房会不会让房地产有很大影响 其实最近今年2021年 大概是房地产未来的十年 都会记上一笔的一年 因为今年所有的打房政策最多 平均两个月打一次 从央行啦 金管会啦 什么内政部啦 什么最新出来的这件事情 就内政部有五大管制措施 这件事情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 我简单用各位说一下 这叫做打炒房啦 老实讲 对 打炒房 对 你如果基础好 你这个地方捷运会通 公园会好 旁边学校要开了 你房价涨是应该的 但是说实在啊 这些事情打下来 我觉得有必要的原因 是因为五月天的演唱会啊 门口有30个在那边卖黄牛票的 你觉得好吗 五月天会是因为黄牛票卖的好 所以才红的吗 当然不是 但是如果说今天把黄牛票都打 打离开这个市场 我认为市场是相对健康的啦 所以今天问题是说 整个大家就思考说 这样子打房对房价会不会有影响 应该这样讲 有题材有支撑的地方 他应该还是好的 我隔壁的彰化 我左边的桃园都去到哪里去 中华现在去到几千万 一档头天还买不错 都是台中外裔出来的嘛 桃园你问他 那个清朴以前叫鬼城 现在鬼都投胎了 清朴一瓶多少钱 现在清朴一瓶已经上看要40万了 40万 以前20万都大家看不懂啊 现在40万大家抢了 跟一文特区一样 这个完全就是鬼城投胎了 我稍微讲一下 这个东西政府在打房 但税收并没有减少 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各位看 刚才我讲今年股市好 对不对 所以股市的证交税收了多少% 年增率96% 很好对不对 下面四个税都是跟房地产有关的 各位看一下 红色的 那红色的部分 你说什么汽税啦 房屋税地价税都还好 看看房地合一税增加102% 什么概念 涨一倍 房地合一税是什么概念 我一间房子1000万 我卖了1500万 政府的打草房措施是全权到肉的 但是你要让时间随着子弹飞一下 不要急着进场买房 现在确实是蛮高点的 你要问说是不是天花板了呢 没有人可以保证 因为油资真的非常的多 但是接下来会升息 所以呢要冷静 看到喜欢的房子 不要说大家都买了 我要赶快抢一件 现在确实是房市的高点 再来看股票 股票很多人今年获利了结了 开始去做不同的投资了 明年到底股市如何呢 现在股票谁说是短空长多 所以可以确定的 第一个短期的不然的话 美股最近事务日哦 那最近美国呢 股票在相对高档区 所有的大老板通通都在卖 所以上个礼拜出现了 非常吊诡的一个状况 科技股跌掉3% 苹果哦 一个礼拜跌掉了4.6% 特斯拉最近形成了一个 头部的一个格局 他最近跌掉了21% 老板自己都在卖一股了 对因为老板他要补税嘛 他补税所以他有这个状况 但是呢也并不是说 完全都没有个股可以做 常多再跟各位说 通膨年很简单 你钱变薄 你钱变薄 你要怎么 你要想办法 第一点给他变薄 第二点想办法 给他变财 所以这时候呢 你如何去找到 所谓的一个好的一个殖利率 那台股明年的一个成长 目前GDP各家都在估 弱点大概在3到5.4之间 这各家不一样 但目前来看的话是上下应该是有机会的 那台股有个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台湾相对税率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殖利率是全世界排最高的 我告诉你 你钱放在近央会生 会生孩子吗 生很久的嘛 纯粹你要放在地上 所以这时候呢 请各位去注意几件事情 目前以今年来说 金元相关 高殖利率 台塑集团 代工5科 这个通通会发高股息 为什么呢 他们落地的钱都坐得要搬出来了 钱坐得要搬出来了 他就是要拿出来搬到股东嘛 所以这是一个有机会的一个地方 然后再来 以长线来看的话 今年伺服器相关 现在还是下下轿 然后呢 金元代工 这个目前也是非常非常好 各位不要忘了 基优金融 各位要注意前两个字 基优 因为台湾很多金融股 严格来说 那是碰红水价 台博肉 它其实没有办法发出 低轨卫星最近很夯 低轨卫星有个比较大的麻烦是 它有差价的空间 它们有殖利率的空间 所以重点还是在股价高低 你可以把它划出线来 低轨的时候你就去做布局 但各位要记得喔 你拔红水 没有看起来